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推理班 從來不 從來不 我也没觉得我擅长完狼人杀 确实是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 推理游戏 就任何这种类型的游戏 我觉得都不是以你玩的次数 来决定你的游戏能力的 它往往看的是你生活当中 就是你自己的逻辑习惯是什么样子的 就对待任何事情 不仅仅是针对推理游戏 或者是案件 或者是狼人杀 或者是这种游戏 这些游戏也好 主题也好 只是在这个逻辑上面套了一个主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更多的 像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些事件啊 案件啊 主题啊 都只是一个框架 然后真正 还是你平时自己每一天 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思考 所有问题的逻辑习惯 这个我觉得是 这个游戏的 就是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的 对 所以我 因为我平时玩这样的游戏 真的不多 就不管是私底下去玩民室 还是玩蓝人杀 剧本杀等等 包括看推理 类型的节目 都不是特别多 所以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更多只是你 日常的一种逻辑习惯吧 我觉得 对待任何事物 我认为我是 呃 我 我也不算我是什么担当 我是什么担当 你们告诉我一下吧 哈哈哈 来把我是什么担当 打到弹幕上面吧 告诉我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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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的这些主持人 还有嘉宾合作的时候都 非常高兴 尤其是和我们推理团的人 刚开始见到他们的时候 还有一点 有一点害羞 害羞 这个防号406 KU库 我 那个不是KU库 是科务库 破解每个案件的时候 就是和大家相处的这个过程 非常开心 对 算是吧 我觉得就是在 外界因素 肯定会 尤其是一些声响 或者是一些对我 肢体的触碰之类的 我就会比较容易被吓到 对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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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 flag就是 绝对不会被吓哭 但是 别的其实应该还好吧 什么光线啊 心理啊这种问题 就就我觉得应该还好 在录制过程当中 肯定是有过被吓到的经历的 有突然黑灯的时候 第一期被白哥吓得也不轻 就刚到那个剧场的时候 被他吓得挺惨的 我就感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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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时我的反应 感觉没有那么 那么激烈吧 但是我记 我反正记得我当时心里面是挺害怕的 他那个那么黑的地方 真的就伸手不见五指 我玩睡觉都没那么黑 对 一到十分的话给自己打个六分吧 就是一个及格分 最不擅长的游戏 FPS 第一人称视角射击游戏 哈哈 哈哈 游戏黑洞团内公认的好像就是我吧 不是要分什么游戏啊 比如说我打王者打得好 但是我玩这种卡牌游戏 对不对 或者是桌面桌游 就是你要看什么游戏类型 周游 周游 我之前说想去周游世界 嗯 我最想去的其实就是世界 世界 舞台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个可以表演的地方 嗯 对有聚光灯 站上去可以表演的地方 三个词形容一下舞台上的自己啊 呃 开心 然后有一点紧张 然后 很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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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团以来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我们 424 当晚唱的 Into One 那首歌对我来说最有意义 嗯 最喜欢的舞蹈动作呀 目前为止跳起来最爽的舞是点睛 1 1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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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7 7 7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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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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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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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